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即便如此 也无法阻挡唐玄对杨玉环的爱慕之情 受网无法面对自己的父王对妻子的爱慕 不顾杨玉环的安危 下毒致使杨玉环流产 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孩子 杨玉环心如死灰 被送入了道观出家 本以为会平静地度过一生 可世事难料 唐玄宗还是忘不了杨玉环的一瓶一笑 唐玄宗来到道观表白 被杨玉环拒绝 唐玄宗很是恼怒 宣布抢娶杨玉环 可新婚之夜 唐玄宗并没有强迫她 许是日久深情 杨玉环最终爱上了唐玄宗 死心塌地的那种 最后安始之乱爆发 杨玉环悲惨地死去 对于杨玉环的一生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关注我